建设日新月异嘛 然后台北那个样子 好像就是时间停滞 停滞在八十年代 然后我当时我的看法跟你有点像 我说我就觉得特别好 我说这个八十年代的全 这个全世界你找不到 这么充分的表达亚洲的这种八十年代的感觉 我说台北还能够保持得住 我的看法是历史就是美 时间就是美 真实就是美 很多人一说历史就动不动是几百年前的 其实历史就是这一刻之前 连续发生的所有事情 和我们有关的我们的回忆 这个东西如果能够被在城市里连续的表达 这才是真实的 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城市越做越漂亮 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真实性在迅速的消失 它都是在短期内好像重新装修过的 没有包姜 把那包姜都给洗掉了 没有时间痕迹 没有生活痕迹 不真实 通俗城市观 都是做得差不多的 其实最害怕人用一种概念化的方式来说美和不美 比如说我们说乡村美 比如说江南动不动就有黑瓦白墙 很多地方一弄把墙都抓成白的 顶儿是黑的 其实你真正比如我们浙江杭州的村子你去看 任何一个村子 什么夯土的墙 石头的墙 小碎砖的墙 哪说这一个村子里都是黑瓦白墙啊 特别多样性 在那个宁波底下的一个这个宁海县 完了我们看一个房子的做法 旁边一个当地人就告诉我说 说这是我们宁海的做法 这不是台州的做法 因为台州就是隔壁一个县 当地人就能分得出来 这是我们县的做法 不是他们县的做法 但外人能分出来吗 我觉得现在的审美太粗糙 据一个法国的人类学家 李维斯特拉斯他说过一句话 他说什么是审美 审美就是你能在两个极相似的东西之间 看出那个决定性的细微的差别 这个那敏感 我就注意到浙江这一带 农民盖的房子 它一个基本特点是 它才盖成三层 甚至有四层 但是它在上面都有一个 装一个东西 都有一个像天的一个柱子 有几个圆球 这个我就不懂了 避雷阵啊 不是的 这事其实挺好玩的 就是说当一个地方的 传统的这一套文化语言崩溃之后 农村是中国 其实是专业人不去的地方 所以它的文化实际上是自己 原生 原生自己在发展 所以它就出现了特别有意思的 当代的农村的文化 你就刚说这个屋顶上 这个装饰物 最早呢 都是一家一个埃菲尔铁塔 向往法国 埃菲尔铁塔 每家一个 往后呢 才两一战争的时候 流行过飞毛腿导弹 每家屋顶上一个横的 你看到的那个一串一串的 我们叫串串珠 那已经是最新一版了 对 那是为了装饰还是有壁雷功能 还是有吉祥 各种原因 我估计最早的时候 曾经做过电视的天线 对 后来这个电视的天线功能就没有了 没有了 它就变成了纯粹的装饰物 他觉得这样装饰是很时髦 很 还不是 他是这样的 就是在农村 就是每家都想自己家的房子 比你家高 对 所以他要 房子不能往上做的时候 他就给上头装一个东西 要比你家高 所以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我在猜想 他们就上面装一个东西 我不是比你高了吗 人家另外邻居看了 你装了 那我也装一个 所以大家都学着 就一个个装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 也是一个 因为他那中国银行跟 那个和平饭店 对啊 其实意思差不多 对 他的这个审美 越来越粗鲁 简单化了吗 你可以说这样 审美就调到了 孩童状 但是他也非常本质 就是人的追求 非常本质 特别有意思 就要什么都写在房子上 对 而且他后来你看 还有更新的变化 比如说这个东西不够了 那么他屋顶上就 比如说我造一个亭子 你家造一个亭子 我们家造两亭子 你们家造两亭子 我家造三个亭子 我造三个 最多的是四个亭子中间 再加一个 就是五个 对 攀比是一个非常重要 就是水泥地上长草的这种 这种方式 形成的这种风景 你也觉得这很好 其实这个是 他们自己这么争气斗艳 很好 这个我们只能说有意思 很有趣 但是说很好 那是另一说 太不好了 我们最简单的我们说 这个中国历史上农村 比如江南的农村 特别最主要流行的 确实是黑马白墙 为什么是黑马白墙 为什么 你就想想很奇怪 你知道这个建筑只用两个色 黑傻和白傻 水墨 这在全世界的审美里头 都是非常奇怪的审美 你知道黑白两色 裤霸科举 因为这个是最有力量的出路 就是读书 完了之后做官 完了 它是整个社会里面 就跟现在高考一样 它其实就是读书人住宅 对 它是纸和墨 我住在这房子里 我成就 这个倒我都没想到 房子有书香气 书卷气 这我们讲叫书香气 实际上就是纸 这就跟装金贴银 是另一种追求 是一样的 就是你鼓励什么价值观 这个社会是强烈地受这个影响 所以最后到连最一般的农营 我也必须要住一个读书人住宅 您比如说我过去对您有一个印象 就是说您收集很多各地旧房子 拆房子的时候 那个破砖破瓦 是吧 多少万片 就拿这个气墙 对 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新材料 我经常说它是会呼吸的 中国这种材料都是会呼吸的 对不对 然后上面有无数的生活痕迹 有生活痕迹 无数伤手曾经摸过 你都能够直接地 感受得到 就是当时这个到处都在拆房子 我当时我就说 作为一个当代的知识分子 作为一个当代的中国的建筑师 我说你如果不对这个 你对这个东西没有反应 你对这个东西没有做出你应该做出的表达 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当时这就是我想干的一件事 我说这个东西必须要有个答案 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 这个校园我们建的时候 那学校是没钱的 像银行贷款的 那个给我的造价是正常造价的一半都不到 然后要求达到世界水准 这是我们学校提的要求 就是 完了我就发现市场上这个材料 比新材料大概是三分之一 还是四分之一的价格 就是那个时候大家认为这些东西是要 回收回收 垃圾 当然第三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在宁波做调研 我就发现了这种气法 我一看我说变村都是大师啊 就是每一堵墙 你感觉都是一定是大师级的艺术家 才可能把这么多样性的东西 能够组织在一堵墙上 我曾经测量过四个平方米 里面有84种尺寸的材料 你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技术啊 因为宁波是一个多台风的地区 所以呢 他一旦遇到台风就是过去 他那个房子会吹倒 那么吹倒之后 这就是老百姓的智慧 他要以最快的速度 用手边的材料重新建起来 所以他反复的吹倒 反复的建的时候 他就各种的那种材料 混合在一起 起来了这样一个东西 其实跟当时王老师刚才说的 就是那个年代 我们不是正常大拆大间 哪哪都在拆 跟台风刮倒 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因为他不会去给材料分类 你回收到的材料 是什么就是什么 所以你要把你所有的回收到的 这些材料重新组合 用我们新的工艺液给它做起来 这里面既有美又有其他的东西在 也有观念 对了 关键是观念 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现在比较高大上的说法 叫可持续 可持续发展 对 中国人的老话 就是不浪费东西 对 这是可持续的第一条 就是不浪费东西 这个瓦判的判字 是指的 比正常一片东西 更小的片 就叫判 就是那个瓦 整块是这样的 但是你因为在拆的过程当中 它就会碎了 但是碎了的瓦 我也能用 所以叫瓦判 就我们这个墙里面 起的时候 是碎了的瓦 全部用进去的 一般来说呢 用的大概尺寸 是一片瓦的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左右 然后砌完之后 这个地上不是 还有很多渣吗 对 这种小渣 小渣 它这个墙是双面砌的 中间把这个渣 塞了之后 填进去 它能做到施工完之后 地上是干净的 一尘不染 看上去是艺术品 实际是省钱 但是最后也还是艺术品 这个你还不是说 就是因为我是不懂建筑 但是我记得啊 就是中国古代这个工匠啊 他有一句话 就是中国人讲这个弃用为工 就是我也不知道这算是什么 什么功能学派还是什么 我也自己也觉得那样特舒服 就是啊 你做一个东西啊 它呢 任何一个细节都有实用价值 但是它又是特别美的 就梁思成先生有一次写书啊 他说你看中国建筑这个美 这个气用为工表现在哪啊 结构外露 就说它这个斗拱 对啊 它这个斗拱 你看着那么美吧 它如果是个纯装饰的 就没什么接 但是呢 它恰恰是支撑你大屋顶的东西 你要加一个大屋顶 就能挑得更大 但是呢 它实际就承载着 它分散着这个柱子的这个重量 你现在的建筑 你这个支撑物都是隐藏在墙里面 它中国的这个 它里边的结构 是 就是甚至就说做人 你看 表里如意 对吧 里头什么样 外头什么样 但是就好看 对 这个是特别核心的中国的审美 慢慢地看你的那个 社会主义新农村 我在这个文村做的 我简单说一下 一般的那个村选址的时候 中国人的传统都是坐北朝南的 它有一个朝向的 这个村子恰恰就是一个反的 它不像羊啊 对 它正好是翻过来的 所以这个是王老师给了个解释 我觉得挺有意思 你自己说吧 我认为实际上是两种解释 一种解释呢 是很实际的 就是农村 农民说了一句话 我一听我就明白了 他说我们甚至在这个田的南边 地边不种树 我一听我就明白了 因为一种树 就有引着 树的阳光 庄稼长不好 全村人为了把庄稼种好 选择住在山的阴影里 因为它这个就是一个山 它住在山边 坐南望北 整个山是 村子是在山的阴影里 对不对 实际上这个居住条件就差了 但是种田更重要 宁可人住的差一点 一定是把最好的阳光土地 给到庄稼 当然中国的故事 一般还有第二个版本 说这个是南宋的时候 这个一个将军的后代 叫北望中原 这是传言 我觉得第一个比较靠谱 第二个就意识形态 收复师弟 传言 那为什么不管南北中西 有院子才叫中国人的生活 就是我说的那一家 他们说是地主 这家我就仔细研究 他们家房子 进了院子之后 这房子近深其实很浅 大概整个房子近深 大概只有六米左右 就是它是一个横的房子 东西长南北浅的 这么浅的情况下 完了之后你一开门 发现这个一个大屏风 这个格局 这个八仙桌 几乎都快挨到门了 就一开门就是八仙桌 中间大概就意识 就这个 推门一开 这就是八仙桌 然后老头老太坐在这 因为这个 比如说你小孩中举了 对 送喜报的人进来 门一开 我要这个格局 必须要有大 对对对 我接喜报 对吧 完了之后家里头要结婚 对对吧 进来拜高堂 拜高堂 这个格局也必须是有的 是的 你不能一进就进门 一定要先进院子门 你读一下诗经 这是很清楚的 先进院子门 进来一个罩壁 院子门和罩壁之间 这个空间是有个特殊的名字的 要在那儿干什么 绕过罩壁在干什么 对 这一套东西必须要有的 这叫生活里的意义 我要有意义 对不对 对有意义 是这样的 不能一开门就让人家登堂入室 对 这是小团圆里面母亲 教这个女主人公的父道 对 这叫不闻 对吧 是 那所以说就得有这院子 对啊 它就要有层次 礼仪一定是有层次 这跟礼仪有关 对 什么叫礼仪 礼仪我觉得最经典的一句话 就是礼仪是要让推迟重大事情的发生 礼仪的目的 怎么解 就是你不能让这个事一下就曝光了 对对对 要有个过程 要有个过程 要让这件事推迟它的爆发 对 这个恋爱也是 要酝酿一下 这有意思 那建筑也是 一样啊 你比如像今天在那个黄公望那个纪念馆 对吧 你一层山再登一层山 你要一步直踢呢 那就不叫游了 对了 就不是游山了 对啊 所以这个应该让人延长距离吗 应该让人放慢时间吗 这是现在建筑应该有的一种观念吗 这个是中国建筑 中国文化的 就是它给你一个体会的时间和过程 现代是完全相反的 这个米兰昆德拉有一句话 就是说这个什么叫现代 特别形象 他说你看着一个女的 当着大家的面 直接走入了公共厕所 这就是现代 就是他不会说我 我我我我干什么事 他他隐藏一下 完了之后他隐晦的去了 他直接去了 而且那个厕所是一个透明的玻璃的 他说这叫现代 文桃老师 那我想问问王树老师 我就特别想问一问 因为我也算半个 有美院毕业的嘛 尽管在南山小区 但是我们选修课啊 包括很多活动 其实是在象山的 那也算半个使用者 就也很冒昧地问王树老师 实用性 那比如说那我走的时间长了 那我去教室的距离变长了 那我可能找教室的这个容易度 那么可能也提 就是没那么容易了等等 包括您的设计 就是非常有设计性的屋顶啊 包括一些房子的构造 可能是不是房子的这个利用率 或者教室的采光通风 有没有影响 说得很委婉了 找不到教室 会不会迷路 这个采光 好不好空间 你问这个问题 兜了好几句 就想问问您 就是您作为艺术创作者 这个看法 他是说 他说那个很 因为我就迟到过好几回 好几回商课 我找不见 是特别好看 我们特别好看 但是有的时候呢 会找不到教室 会迟到 是有这个问题吗 找不到教室 这不能怪建筑师啊 这是属于标识标牌 还没做好 这是怎么讲呢 我做校园校园的时候 有一个契机 是有一天 我这个方案想不好 我觉得晚上就看电视 电视里正好放一纪录片 这个纪录片呢 是拍的是关于 北非摩洛哥的一个小城 50年代 很多嬉皮士 在那个小城里 有两句话 我印象特别深刻 第一句话是说 谁也不知道 这个小城 已经存在了多久 哎呀 这句话我记住了 就是时间性 就是我们现在建筑 都是没有时间性的 感觉是刚生产出来 一个产品 而所有的 有魅力的东西 它一定是有一个 时间性的感觉 第二条 它就是说 这个小城里头 大概有一千条小巷 所有外来的游客 都会迷路 但是住在这儿的人 常年住在这儿的人 从来不会 他们会根据某个墙角 缺了一块砖 某个墙角 多了一块石头 非常清楚地记下 老居民当然不会迷路 所以这件事呢 就是我觉得 让我想到了第三个问题 我觉得前些年 这个房地产 动不动喜欢 拿这个海德格尔 出来说事 是吧 人要什么 失意的欺居 但是没有人 仔细研究过 海德格尔说这个话 是有前提的 前提叫什么呢 叫定居 先定居 对 你在一个地方定居 只有定居的这样一种状态 才有7居发生 如果像我们现在这样 在城里头 今天买一房子 换一个价 明天又搬另一个地方 基本上你就是一个移民 移民是永远没有 失意的7居 这回事的 所以这时候 我就想到第三个问题 怎么样能够 让这样的一种定居感 要发生 尽管设计的是一个校园 所以这就是我当时在想的三个问题 当然这个可能会给你们同学生们 会这种 你的这种非常公用的要求 会制造麻烦 你知道这个最麻烦的是 有一个老师 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教职工 他是陆老师碰到的 是吧 他就在我们有一栋 折来折去的这个楼里 陆老师到那个楼里的二楼 看到他站在那儿 正在发呆 他说东张西望 说你在干什么 他说我准备出去 我要出这个楼 陆老师呢 到其他的办公室里办事 半小时之后 又回到了这个 还在那儿 发现他还在那儿 我也发生过这种 他定居了 实现了定居 他说我找不到出去的路 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房子呢 有八个出口 他想找到 他最便捷到另一个地方的那个口 他就找不着 实际上是这么一件事 对 所以他就被困在那儿了 这就是您的目的 那倒也不是 建筑怎么讲 来了就别想走 我希望让大家能够逐渐的有一种玩味的心情 这个我特别喜欢一法国作家罗兰巴特 他说什么这样的写作 对我来说是最好的感觉 他说就像是人站的一个十字路口 我做不了决定 我要去哪里 我在那儿犹豫不决 非常的惆怅 我突然意识到这个感觉是最好的 这个当然我也试图在我的建筑里面 我也很喜欢这个感觉 至于说光线 中国的传统的中国建筑都有一个特点 房子里是比较黑 院子里比较亮 对 人是坐在一个相对有点黑 有点安静的空间里 静静的看着院子里的亮光 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中国人的姿态 所以我经常想到 就是现在的这个电影 电视剧啊 有些拍古代啊 很多有一种光线的不真实 因为他那个光啊 他就是最多从唐屋 从那个门那儿进来 这么一个阳光洒在前面地上 就是所以古人在他的房子里啊 他的视觉经验呢 应该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是 很不一样 跟人看 你可能在阴影里 库布里克 他拍的一个叫什么巴登的一个电影 只有他就是坚持 他说欧洲中世纪的时候就是烛光 就要拍出欧洲贵族 他仅仅在城堡里 他是烛光之间 那么人一人之间一种光感 实际上西方现代建筑 上个世纪初的时候 为了房子里到底应该多亮 窗户开多大 是有过激烈的争吵的 他们不喜欢亮吗 有一派坚持不能太亮 因为这种很诗意的复杂的感觉 说都亮了 那是另一种 他这个喜欢不亮这一派 就认为都亮 说你造的每一栋房子都是医院 只有医院才是按照这样的一种 无影灯 对吧 我们从早到晚都住在医院里 所以有个日本作家 写过一本关于黑的书 音译美学 对 他说日本也其实跟受中国影响很大 那房子里很黑 所以出现一个什么呢 就是你在说话的时候 看不清对方的脸 太黑了 所以日本人有一段时间 女性流行一种美妆 就是把牙齿就涂得很白 用一种特殊的这种涂料 就是你有一点光线 就能看到那一口白牙 对对对对 他说的是这个日本的确实有一种音译美学 而且他还很怀旧 包括原始物语里 很多隔着一层隔着一个屏风 对吧 这个偷情的男人和女人说话 但是你要想的 他们是看不清的 面目是模糊的 包括日本 日本人现在拍的一些那个照片呢 艺术品的照片呢 有一个专门拍黑的 就是他拍的东西都是黑暗里的层次 中国传统有一个特别高级的审美的想法 大家都知道叫墨分五色 什么是墨分五色 就是其实黑是最颜色最丰富的颜色 你仔细看 各种不同的黑 黑里寒藏一切 黑里寒藏一切 而且这个做法是反映到具体做法的 你比如说像陆老师穿的这件衣服 这个衣服呢不叫黑 中国人管这个颜色叫玄 玄色 那么这个玄色实际上里面包含了什么色 它的扣子的所有颜色 都是它的后面的颜色 有的时候这件衣服背后是这个色 玄是黑里面有红是吗 各种 有红有蓝有绿有紫 有几十种玄 玄之又玄 就是它这个的背面都是这个 你每一个扣子颜色都有不同啊 对 因为它的这个背面都是这个 实际上翻过来就是不同的这个 这是什么纱吗 香云纱 这叫香云纱 对 这就是从宋朝就已经有这个料子了 所以比如说清宫剧 现在拍电视剧经常乱拍 所以说皇上整天穿一黄的衣服 实际上清朝的皇帝的长服就是玄色 玄色 但是玄色有几十种玄 他今天穿的是红的玄 明天穿了一紫的玄 后天穿一绿的玄 就他会可以换 但都是玄色 所以这王老师这审美啊 已经很悬了 但是 这么会接 不是 我真心的感受 不是 我觉得到这么高程度的啊 实际上会不会有一个这个知音少啊 弦段有谁听啊 但是建筑又是一个给人住的 因为我觉得现代建筑的这个设计啊 比如说是现在很多展览场馆的出现 这个可以供这个设计师发挥 对吧 因为它就是展览的目的 你设计的像个艺术品 这很好 但是如果是一些有实用功能的 这种你会碰到矛盾吗 我其实琢磨这些问题啊 很久了 很久 我真正我觉得我思维上突破啊 在这90年代末 这个我们圈子里 我有一篇我很很有名的小文章 叫造园记 但这篇文章的核心就是说 我把那个我们第一次 他们单位里分的一个 粮食一厅的一房子 我把它给改造成了 我号称是一个园林 就是一个一套房子 那么它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是坚决不相信 我说凭什么我要住这个 你给我安排的这粮食一厅啊 对吧 你粮食一厅 三食一厅 各种房型 谁有权利这样来规定我的生活 所以我就要把这事给颠覆掉 我女儿学建筑在哈佛 她毕业论文的时候问我 我给她提了一个建议 最后她都没完成 我说你能不能设计一种房子 比方说100平米 但这个100平米 它可以变成粮食一厅 可以变成一食一厅 可以变成就是一个loft 就是一个studio 对啊 为什么不可以呢 我就问她 她就没设计出来啊 我说香港这么多地产商 他们都是这么多的钱 他们为什么不建筑一栋楼 这一栋楼都是 它是房间里的间隔是可以调整的 比如说她摁一下 那个就是粮食一厅 我平常一个人在家里 你一大一半阳台都没关系 来客人了 我一按多出一个房间来了 为什么收发没有 我没有看到整个商业 是房产价值 就没有出现这样的尝试 她女儿是你的粉丝 对对 等一下我要跟你拍张照 其实我们做过这个集合住宅 在杭州可能就是不太知道 你们做六栋高层的住宅建筑 都是一百米的 六栋一百米的住宅楼 就是说一共八百户 我要让每一户都能够享受到一个院子